要来看到是基态建设发生了建案倒塌的事件 近期呢再被爆出居然连自己的员工都骗 立委高嘉宇昨天召开记者会找来前员工现身说法 指出当初总经理冯先勉要他们投资中国的建案 并且保证获利18%到25% 但是钱却迟迟拿不回来 总经理你情绪还好吗 基态建设总经理彭先勉面对大直建案坍塌 开记者会讲到一半哽咽落泪 但被立委高嘉宇怒批根本是耳鱼的眼泪 因为基态居然连自己人都骗 高嘉宇十一号召开记者会找来前员工现身说法 因为他们都被基态建设总经理彭先勉 用话术呼啰投资 但建设在十三年前 齐栋却是在隔年就说发生问题 大脸之介 在整个过程当中 冯先勉也一再保证获益 说这些投资只要相信基态 你到那边投资不用担心 有任何问题基态都会一肩扛下 冯先勉当时承诺投报率高达18到25% 还能转换成公司股权 但迟迟没有下文 逼得前员工提高 基态的门神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过程员工 这些投资人 他们去检察官那边去提高 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完全没有下文 没有下文就算了 前员工要为自己讨工道 居然还被基态建设恐吓 基态另外还被发现 这个投资案委任的律师 居然就是冯先勉的外申 而且这两笔高打200亿的物件 居然在十天内就卖出去了 两笔物件还是被同一名 理性自然人买下 但物件都卖出去了 钱却不知去上 高家人 女批根本是庞氏骗局 北检則表示 基态运用手法制造调查断点 基态明星有归 基态有这种报道